路口監視器拍下遠處一團混亂 一群人追跑出來 一名男子手拿鐮刀 在馬路上追砍侄子 侄子跑到摔倒連滾帶爬 但砍人嫌犯繼續追砍 一旁兩名員警不敢向前 蔡信嫌犯根本停不住 兩名警察大膽連開15槍 嫌犯中彈倒地不動 被砍的侄子趕緊逃開 砍人嫌犯身中5槍送一不治 居然是為了家產糾紛 自家人砍殺出人命 事情發生在高雄岡山 砍人的死者蔡信嫌犯 之前是保齡球國手 家中老屋共75瓶 其中侄子占14瓶 蔡男則有61瓶 疑似不滿侄子 占地不走 增加產卻出人命 当时一家人先爆发口角 接著蔡嫌持鐮刀 攻擊嫂嫂侄子三名家人 两名員警制止不聽 大膽开了15槍 蔡男腹部腋下以及雙腿 总共中了5槍送一不治 為了老屋家產 先前就已經告上法院 這次追砍 闹出人命 死者有人說 他平常為人不錯 但為了家產問題 經常喝悶酒心情不好 最後賠上性命 讓人感慨 至於警方連開15槍 是否有執法不當的情形 還有待檢方調查 記者菜雙集 陳珊珊高雄采訪報導